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下面数 有94只角 鸡和兔各有几只呢 请同学们在本上试一试 按下暂停键 一分钟之后继续学习 你们在尝试中有什么困难吗? 数据太大了 画图解决问题耗费时间 用枚矩法可以解决 但是感觉比较麻烦 如果把数据变得小一些 用画图或枚矩的方法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 找到了方法就可以解决这道题 我们看 数据变小了 从上面数有八个头 从下面数有26只角 鸡和兔各有几只呢? 可以用每举的方法 从八只鸡 零只兔开始每举 也可以从四只鸡 四只兔开始每举 先从四只鸡 四只兔每举 一只鸡 两只角 四只鸡 八只角 一只兔 四只角 四只兔 十六只角 一共是24只角 接近26只角 怎么调整呢? 兔的角数多 鸡的角数少 把鸡减少一只 兔增加一只 三只鸡 六只角 五只兔 二十只角 正好是26只角 通过枚矩 我们知道 有三只鸡 五只兔 还可以从八只鸡 零只兔看着每举 八只鸡 十六只角 和26只角 差十只角 需要调整 七只鸡 十四只角 一只兔 四只角 一共十八只角 再调整 六只鸡 十二只角 两只兔 八只角 一共二十只角 还需要再调整 五只鸡 三只兔 一共是二十二只角 再调整 二十四只角 越来越接近二十六只角 再调整 我们看 同样是三只鸡 五只兔 是二十六只角 同学们 都用美曲的方法 我们发现 从中间是最好 这样调整的要少一些 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表格 有什么发现吗 按下暂停键 一分钟之后继续学习 从右往左观察 每多一只鸡 就会少一只兔 但是角数 少两只 如果从左往右观察 每多一只兔 就会少一只鸡 角数 就会多两只 通过刚才的学习 我们用美曲的方法 解决了问题 还发现 这里面藏着奥秘呢 还可以用画图的方法 假设都是鸡 八只鸡就有十六只角 题目里有二十六只角 怎么办呢 把鸡调整为兔 一只鸡调整为一只兔 多两只角 撕在笼子里 十八只角 再把一只鸡调整一只兔 又多两只角 二十只角 再调整 又多两只角 二十二只角 我们发现 把一只鸡 换成一只兔 换成一只兔 就多两只角 再继续调整 现在是二十四只角 再调整一次 正好是二十六只角 运用画图的方法 结果也是三只鸡 五只兔 根据刚才的美举画图 我们有一些想法 我们有一些想法 还可以用算式解决 假设笼子里都是鸡 八只鸡就十六只角 比二十六只角 少十只 为什么少十只角呢 是因为把兔看成鸡 角数就变少了 这时候就需要用兔去换鸡 一只兔比一只鸡多两只角 我们看 用一只兔换一只鸡 原来少十只角 现在少八只 再换一次 角数少六只 再继续换 角数少四只 再换 少两只 再换一次 不多不少 同学们 用算式怎么表示呢 用十除以二 看十里面 有几个二 就把几只鸡 换成了几只兔 也就是兔的支数 这里的二 表示一只兔 比一只鸡 多两只角 通过计算 我们知道 有五只兔 有三只鸡 刚才 我们是用假设的方法 用算式解决问题 还可以 假设笼子里都是兔 这样就有三十二只脚 比二十六只脚 多六只脚 为什么多出六只脚呢 是因为 把鸡都看成兔 脚就会多了 这时候 就需要用鸡 去换兔 一只鸡 比一只兔 少两只脚 我们看 一只鸡 换一只兔 这时候 还多四只脚 再换一次 多两只脚 再换一次 这时候脚数 不多也不少 同学们 用算式怎么表示呢 看六里面 有几个二 有几个二 就是把几只兔 换成了几只鸡 也就是鸡的支数 鸡有三只 兔有五只 同学们 通过刚才的学习 我们用算式 也解决了 鸡兔同龙问题 用这种方法 解决三十五个头 九十四只脚 这道题 请按下暂停键 两分钟之后 继续学习 假设笼子里都是兔 一共有140只脚 多46只脚 因为把鸡看成兔 脚数变多了 这样就要用鸡换兔 一只鸡 比只兔 少两只脚 我们看 46除以2 等于23 这23只 就表示 把23只兔 换成23只鸡 兔有12只 假设笼子里 都是鸡 一共有70只脚 少了24只脚 是因为 把兔看成鸡 脚数变少了 这样 就要用兔 去换鸡 一只兔 比一只鸡 多两只脚 24除以2 等于12 这12 就表示 12只鸡 换成12只兔 鸡有23只 我们检验 鸡有46只脚 兔有48只脚 一共是94只脚 符合提议 同学们 用假设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数据 比较大的题目 请同学们 用刚刚掌握的方法 解决日本的 规划问题 请按下暂停键 两分钟之后 继续学习 一只鸡 有四条腿 一只鹤 两条腿 假设 都看成龟 一共有 160条腿 多看了 48条腿 为什么呢 把鹤 看成龟 腿数变多了 因为 因为把一只鹤 看成一只龟 就多看两条腿 想一想 把多少只鹤 看成龟 就多看48条腿呢 把24只鹤 把24只鹤 看成龟 就多看48条腿 24表示24只鹤 龟 龟有16只 龟有16只 算得对不对呢 进行检验 龟有64条腿 鹤有48条腿 一共是112条腿 符合提议 说明解答正确 同学们 用假设法 也可以解决 龟鹤问题 同学们 鸡兔同龙问题 只能解决 鸡和兔 龟和鹤吗 请认真审题 动笔算一算 假设都是男生栽的 男生每人栽3颗 有12人 男生一共栽36颗数 比32颗数 多4颗 是因为 把女生也看成男生 男生每人栽3颗 女生每人栽2颗 男生每人 比女生 多栽1颗 想一想 把几个女生 看成男生 就多栽4颗数呢 把4个女生 看成男生 就多栽4颗数 女生有4人 男生有8人 进行检验 男生栽24颗数 女生栽8颗 一共是32颗 和提议相符 说明解答是正确的 同学们 用基兔同龙的方法 还可以解决 和它类似的问题 同学们 这节课 学习 基兔同龙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多样 可以用 美举法 画图法 还可以用假设法 我们发现 美举法 画图法 对于数据 比较大的题目 有一定局限性 可以用假设法来解决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 大家好 这节课 进行基兔同龙问题的练习 请准备好笔和立息本 准备上课 我们先回顾基兔同龙问题 基和兔共20只 脚有44只 鸡和兔各有几只呢 解决这道题 可以用列表的方法 从中间是 10只鸡 10只兔 脚数是60只 我们发现 60比44 多16只脚 如果多一只鸡 少一只兔 只少两只脚 不妨 把鸡的支数变多些 鸡有14只 兔有6只 脚数是52只 再调整 鸡有18只 兔有2只 脚数正好是44只 这样鸡有18只 兔有2只 符合题目要求 符合题目要求 同学们 看来调整 也是有方法的 还可以用 还可以用假设的方法 进行计算 假设 都是鸡 一共有40只脚 比44只脚 少4只 是因为把2 也看成鸡 脚数就变少了 这时就需要用2 来换鸡 用1只2 换1只鸡 就多2只脚 看4里面 有几个2 就将几只2 换鸡 4里面 有2个2 说明这两只 就是两只兔 有18只鸡 我们看 鸡兔同龙问题 有典型的结构特点 已知头数和脚数 还知道 每只鸡两只脚 每只兔四只脚 球有几头鸡 几头兔 像这样的问题 除了假设都是鸡 还可以假设都是兔 来解决 我们看 假设都是兔 一共有80只脚 比44只脚 多36只 是因为 把鸡 也看成兔 脚数变多了 这时就需要 用鸡来换兔 用一只鸡 换一只兔 角数少两只 就看36里面 有几个2 就将几只鸡换兔 36里面 有18个2 说明18只 就是鸡的支数 2 2有两只 同学们 刚才我们是用假设的方法解决问题 假设都是鸡 先求2的支数 如果假设都是兔 就要先求鸡的支数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 假设都是鸡 把2也看成鸡 角数看少了 就需要用兔 来换鸡 用一只兔 换一只鸡 角数 多两只 看少的角数里面 有几个2 就用几只兔换鸡 所以 先求2的支数 同样的道理 假设都是2 把鸡 看成2 角数变多了 就需要 用鸡 换2 用一只鸡 换一只2 角数 少两只 看多的角数里面 有几个2 就用几只鸡换2 所以 先求鸡的支数 用假设的方法 假设都是鸡 先求2的支数 或者 假设都是2 先求鸡的支数 这里面 还是有道理的 下面 应用这个方法 解决问题 大小两种钢珠 共30颗 重266颗 已知大钢珠 每颗11颗 小钢珠 每颗7颗 求大小钢珠 各有多少颗呢 这道题 和基础铜龙问题 很相像 我们看 30颗 相当于 鸡和兔的头数 266颗 相当于角数 11颗 相当于 每只兔 4只角 7颗 相当于 每只鸡 2只角 求大小钢中 各有几颗 相当于 求兔的头数 和鸡的头数 请同学们 想一想 动笔算一算 两分钟之后 继续学习 假设盒子里 都是大钢珠 大钢珠 每颗11颗 有30颗 一共有 330颗 比266颗 多64颗 是因为 把小钢珠 也看成 大钢珠 这样就看多了 这时 需要将小钢珠 换大钢珠 一颗小钢珠 比大钢珠 少4颗 就看64里面 有几个4 就将几颗小钢珠 换大钢珠 通过计算 我们看 64里面 有16个4 就将16颗小钢珠 换大钢珠 16颗 表示 小钢珠的颗数 大钢珠 有14颗 下面检验 通过检验 结果符合题目要求 说明解答是正确的 这道题 也可以假设 都是小钢珠 进行解答 篮球比赛 三分线外 投中一球 计三分 三分线内 投中一球 计两分 总共得21分 还知道 进了9个球 这9个球中 有几个三分球呢 我们发现 这道题 和鸡兔同龙问题 都是一类题 请同学们想一想 算一算 按下暂停键 两分钟之后 继续学习 假设 投中的都是三分球 9个三分球 就是27分 比21分 多算6分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把两分球 也看成三分球 分数就算多了 就需要用两分球 换三分球 一个两分球 比一个三分球 少一分 就看6里面 有几个1 就将几个两分球 换三分球 6里面 有6个1 所以这6个 就表示两分球的个数 三分球是三个 通过检验 我们的解答是正确的 同学们 在篮球比赛计分中 也能运用基础通用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商场进行购物大抽奖活动 请同学们根据信息 想一想 算一算 一等奖和二等奖 各有多少个呢 按下暂停键 两分钟之后 继续学习 假设都是一等奖 一等奖是300元 有60个中奖名额 一共是18000元 比奖金总额 1万元 多8000元 是因为把二等奖 也看成一等奖 钱数看多了 这样就需要用二等奖 换一等奖 一个二等奖 换一等奖 少200元 就看八千元里面 有几个200元 就将几个二等奖 换一等奖 通过计算 我们知道 八千元里面 有40个200元 40个就表示 二等奖的个数 一等奖 有20个 通过检验 结果符合题目要求 也说明解答是正确的 同学们 通过刚才练习 我们发现 无论是大小刚中的问题情境 还是篮球投篮比赛季分的事情 还是购物大抽奖 我们发现 虽然情境不同 但是 它们都属于 鸡兔同龙的问题 因此 解决问题 都可以用 假设的方法 我们看 同学们正在进行 抢答活动 活动规则 答对一题 加十分 答错一题 扣六分 三号选手 抢答八题 得六十四分 他答对几道题呢 我们用列表的方法 进行解答 假设答对四题 得四十分 答错四题 扣二十四分 实际得分 十六分 和六十四分 进行比较 需要调整 还要调整 越来越接近六十四分 再调整 我们发现 正好是六十四分 答对了七道题 错一道题 看来 列表真是解决问题的 好方法 一号选手 抢答十题 得三十六分 他答错几道题呢 请同学们用喜欢的方法 动笔算一算 用列表解答 假设答对五题 答错五题 得二十分 要调整 答对六题 答错四题 实际得分 正好是三十六分 他答错了四道题 二号选手 抢答十六题 得十六分 他答对几道题呢 请同学们 动笔算一算 假设答对八题 答错八题 实际得分 是三十二分 需要调整 答对七题 答错九题 实际得分 正好是十六分 同学们 用列表的方法 我们找到结果 想一想 用假设法 怎样考虑呢 这里的答错一题 扣六分 是什么意思呢 答错一题 扣六分 是说不仅不加十分 还要倒扣六分 这样 错一题 就要丢十六分 假设都答对 赢得一百六十分 这样 就多算一百四十四分 是因为把错题 也看成对题 就需要用错题 来换对题 用一道错题 换一道对题 就要少十六分 看一百四十四里面 有几个十六 就将几道错题 换成对题 所以九道 就表示错题的题数 答对七道题 同学们 同学们 同一道题 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 进行解答 这节课 围绕基础 同龙的问题 进行练习 我们发现 有的题 虽然情境不同 但是和基础同龙的问题 属于一类题 也可以采用假设法 如果遇到有变化的题 可以选择适合的方法 进行解决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